嘟啦小故事 世界上呀,有各种各样的秘密。 今天,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小猴嘴里的秘密 小猴今天第一次上幼儿园。 又是荡秋千,又是坐滑梯,玩得可高兴了。 吃饭的时候,小动物们都洗干净手,坐在桌子旁边。 白鹅阿姨给大家盛上了饭,小动物们又香又甜地吃着。 小猴子吃得真快呀,一会儿就把他盘子中的饭吃了个精光。 可是,小猴子光往嘴里塞东西,就是看不见他脚。 这是怎么回事? 白鹅阿姨关心地问。 小猴子啊,你干嘛吃那么快呀? 怎么不仔细嚼一嚼呢? 吃饭吃得太快,会消化不好,影响身体健康呀。 可是,下午下午吃饭的时候,小猴还是吃得那么快,而且还是不嚼。 白鹅阿姨怕小猴闹病,就领着它去医院检查去了。 河马医生给小猴检查了一下身体说。 这个小猴子,这个小家伙的身体很好,没有病。 白鹅阿姨说。 医生,你再给小猴子检查一下牙吧,它吃饭怎么不仔细嚼呢? 河马医生又给小猴检查一下牙,牙也挺好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白鹅阿姨只好打电话,问小猴的妈妈了。 一会儿,小猴妈妈来了。 她听了白鹅阿姨说小猴的事,忍不住笑了起来。 白鹅阿姨,小猴不是有病,这是我们猴子吃东西的习惯。 因为我们是成群的活动,一旦发现好吃的东西,大家都会抢着吃。 要是一边嚼一边吃,那就太慢了。 白鹅阿姨,我们先把东西塞在嘴里,暂时不咽下去。 白鹅阿姨问。 你们的嘴,猴子妈妈说,当然装得下。 我们嘴里边各有一个袋子叫夹囊,它是我们专门用来装吃的东西的。 我们抢了好吃的东西,就先藏在这里边。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白鹅阿姨这才明白,小猴为什么可以往嘴里塞那么多东西了。 猴子妈妈接着说,等把好吃的东西都抢完以后,我们再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夹囊中的东西慢慢搅烂,然后再咽到肚子里去。 白鹅阿姨这下可明白了,小猴往嘴里塞那么多东西,并没有马上咽下去,而是藏到嘴里的夹囊里了。